一二三 来 加油 南安国中躲避球队在地副文教基金会 以及南安国中基金会还有家长会的支持之下 教练陈佑任带领队员们勤于练习 更成为县内躲避球比赛的长城军 去年在全国比赛当中夺得了国中男资主的季军 今年6月28号到30号将要再度为宜兰县披战袍 将到新北市的新庄玉米国小参加全国比赛 卷土而来全力以赴 学校就是全民皆兵 超过三分之二的学生都投进来躲避球比赛 同学这三年来都没有那种吵架打架的那种内容 我们学校很和谐 然后学生也健康了 至于我们是希望学生周日周六可以离开手游 所以我们才会创办这个躲避球队 南安国中的躲避球队至少有十年的历史 在这十年间都有陈佑任老师陈佑任教练 来一步一步的让这每一届的孩子成长茁壮 那今年呢我们将在月底要出征到台北参加二十三届的全国比赛 希望我们的孩子能够在平常的熏陶之下能够勇猛成功 虽然说上回全国比赛当中只夺得了季军 但这群孩子没有灰心 利用更多的时间练腿力练背力还有练默契 就连刚刚毕业学生也都没有放假 一样是按表超课 其中队长陈俊宇可说是品学兼优的孩子 差了两分就满几分 就是最主要还是要体能训练 就是我们已经有技术的训练了 但我们还是要体能训练 因为如果我们没有这些体能的话 我们那些技术有没有施展出来 所以我觉得体能非常重要 可是技术也是 可是一定要有体能 你技术才能发展出来 我们每周五都有去爬南方澳观景台 来训练我们所有全校 以及我们躲避球队的体力 而且我们此外 我们的躲避球队呢 每位队员都必须爬两趟南方澳观景台 每天伏地挺身至少100下 然后还有搭配亚铃的重量训练 是练两天休息一天 因为休息也很重要 它可以让肌力回复更快 我们想要打好每一场比赛 全队合作好好把当下的比赛打好这样 在整个比赛的训练里面 能够更知道自己要什么 能够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 留下一个最美好的记忆 期盼他们的努力在国中深海当中 创造出永恒的回忆 如愿抱回全国冠军的美梦 而宜蘭相亲也是他们最强的后盾 为孩子们来集气 为他们来加油 梦想相亲 白国中加油 亦南新闻记者来下午采访报道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